本來第二顆原子彈不是要投在長期 本來第二顆要撿被大家 你們知道嗎 你看喔 我把你這個國家的軍事要地把你打掉了 你還沒煩惱 沒關係 對 我就讓你這個國家沒錢賺好錢 經濟的港口把你砸掉 本來第二顆原子彈要投在哪裡 你們去過九州嗎 九州最北邊有一個地方叫北九州 北九州那邊有一個港口叫做門司港 門司港是台灣早期在進口香蕉最多的一個港口 然後本來就想說 好啊 你們軍事要地不去 你還沒煩惱 這樣來 我給你們這個國家沒有錢可以賺 所以第二顆原子彈本來選擇在門司港這邊要投下來 但是呢 8月9號那一天早上的時候 美軍來到門司港的上空 只能說天有門司港啊 為什麼 那天門司港的天氣不好 下著小雨 他們看不到這個港口 假設門司港在這裡好了 他們要往旁邊開 開來到長崎 已經在中島 11點5分的時候 不知道是要說長崎是好運啊 壞運有沒有 那天來到長崎的時候 長崎的天氣呢 跟我們今天的天氣一樣 陽光土照 能見度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 第二顆原子彈 臨時在什麼 長崎這裡呢 把他偷了下來 第二顆原子彈 錄下來之後呢 當時長崎有25萬人 死了20萬人 整個城市幾乎那個人都沒了 而且找不到人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原子彈的溫度 錄下來的時候是500度 500度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人會怎麼樣 氣化 氣體的氣 燒一個蒸發 人先蒸發 找不到人 他們那時候發現怎麼找到人 發現很多牆壁房子 變有一個人形 可是找不到人 後來 他們科學家才發現原來原子彈的溫度 500多度的時候 人會氣化掉 人間蒸發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第二顆在長崎呢 被偷下來之後 招惠天皇就覺得 哎唷 不錯喔 這邊美國是跟我們來爭的喔 所以 中島 十一點點兒去用 他爬布兩點的時候 他就說 他沒有無條件的投降 所以呢 在經歷過那次戰爭的 這個日本人呢 他如果說到二次世界大戰呢 他們都還非常的害怕 那 你看喔 1945年 現在已經2018嘛 已經事隔七十幾年 到現在為止 當時原子彈被投下的這兩個地方 一支槽都鎖不出來 那原子彈的最恐怖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看不到的一樣東西叫輻射 好 輻射齁 其實到現在日本他們也有統計過 這麼多的城市當中 帶無母的 嫁不出去的 最多的兩個地方 就是哪裡 廣島跟長崎 所以 日本政府啊 對這兩個地方的日本人 感到虧欠啊 因為他們國家這樣 讓這兩個地方的人 受到這樣的苦難 所以 廣島跟長崎 也是整個日本 這麼多的縣市當中呢 福利最好的兩個縣市 小孩特色都不用錢 健保什麼的都不用錢 然後每個月還支付家庭 多少的生活費 現在很好玩喔 現在就變成有很多 不是長崎跟廣島的人 他們都想要放在家裡 放在這裡 對啊 但是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 他們就有規定 你必須要在這裡住滿多久 才可以變成是這裡的人 這樣可以 好 那 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福利 讓長崎跟廣島 他們的那個人口宿 才有再慢慢回來 不然以前這兩個地方是沒人的 很可憐的 好 尤其長崎最可惜 長崎是西化最早的一個地方 什麼叫做西化 那個時候來了很多 阿公啊來這裡做生理 所以 整個那時候 戰爭一打下去的時候 真的經濟整個重創 還有 當時有很多西洋建築 就在那一次的戰爭 整個都沒去 都燒去 好 那二次世界大戰呢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日本有很多天然的環境 山 都一直火燒山 溫度太高嘛 它有一個連鎖效應 很多地方都被砸掉 都毀掉 所以 日本政府覺得 我們如果要站起來 很重要的一件事 生活環境 生活的品質 要先照顧起來 所以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日本他們開始呢 大量的縱使這一個樹木 他們那個柱子 淨最多的三種 一個呢 就是櫻花樹 櫻花 第二個呢 在那個 城市當中 很容易看得到的 叫做 銀杏樹 銀杏樹 第三項呢 種最多的就是松樹 松樹 有的時候 你看那個山頭 會有整排很整齊的 那個都是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人工下去種的 然後呢 種了這三種樹之後